經典歌曲串燒還翻全場 Bruno Mars 9月初在高雄體育館 一連兩天黑場 胡立宏也宣布將二度來到高雄 台北疏人不舒陣找來天王天后助陣 周杰倫張惠美接連宣布 年底陣上大巨蛋 台北高雄到底哪裡才是台灣演唱會之都 我覺得還是高雄吧 因為場地比較大一點 交通都還蠻方便的 我覺得是高雄 因為最近好像很多國際的都會來高雄 韓團或是歐美的都會來高雄 台灣議題研究中心調查 近半年網路演唱會聲量 討論台北演唱會文章數量 達六萬八千多則 是討論高雄文章數量的兩倍 民眾對台北好感度五點零一 同樣微服領先高雄市的四點三二 不過擴大分析到演唱會經濟 周邊交通環境增加觀光效益等一併納入 卻得到相反結果 高雄反倒比台北來得好 看高雄很多的一些地方 它這個所謂的租金是免費的 再加上說它的整體的配合措施 開始是比較新的模式的時候 當然很多這些歌手會優先考量高雄 所以說以過去到現在的話 大概還是考量到 例如說場館跟交通這兩個重點 統計也顯示高雄市去年舉辦 一百一十七場演唱會 帶來一百三十九萬人潮 創造超過四十五億產值 今年高雄舉辦演唱會更多 預計突破一百五十場 觀光效益只會更驚人 相較台北屬於交通重鎮 距離機場近 加上接下來大巨蛋就要開放 擴散效益下也不容小覷 南北演唱會之都爭奪戰 不想上下